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 欢迎大家在今天继续收看 我们大家带来的LPL比赛的直播 这个赛季对我也算比较困难的 自身也没有达到特别好的状态 就没有在场上站出来开队团队 这个赛季其实打得都不是很顺利 每个队手其实都是比较艰难的那种感觉 还是挺难的吧 因为LPL太多强队了 因为很多强的选手都找到了自己合适的队伍 我们要想冲击一个更好的名次的话 确实有点难度的 我们距离旧赛也只有一步只有 然后就错过了 就可惜 真的挺可惜的 这个赛季说困难也挺困难 但我觉得遗憾是最多的 最遗憾的部分应该是在打淘宝的时候 然后我们输得很彻底 随便就被淘宝 2比赛季 可能有太多遗憾的地方了吧 有很多关键的比赛 输得比较可惜的 因为我自己打得不够好的 比较遗憾的话 可能就是 最后再被让人追餐了 就是 其实跟我关系也蛮大的 每一场比赛的决胜局 我们可能都有球赢 然后 但是我们大多数都失利了 因为疫情的原因 在现在上的话 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些少的变化吧 觉得还是有些遗憾的 温馨提示 公布管理期间 所有人员非必须固 尽量往上里放 不然你撑不出来 还得撑 上海疫情爆发了 然后就是不能线下比赛了 然后我觉得 有点不太习惯 你知道吗 就是很久没打过线下赛了 然后就感觉跟 平时的打乱可差不多 就 没有一点那种紧张的氛围吧 比观众的话 会更想赢一点吧 因为每次赢了的话 就有那个什么赛后采访 拍摄什么的 就想一下很爽嘛 然后就会更想赢 有粉丝和没粉丝 感觉差别还是很大 如果粉丝在的话 就会激起自己的好胜心吧 粉丝在线下的时候 他们会给加油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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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就是打了一场 有观众的决赛吧 就印象挺深刻的 大声地喊出 这个春天的冠军 他是 大声地喊出 这个春天的冠军 大声地喊出 很有激情嘛 然后也更有 电竞的那种魅力吧 大声地喊出 想像是 有观众的 有观众的 相似的 相似的 有观众的 相似的 相似的 有观众的 相似的 然后再查理给了什么 加油 本赛最大的收获 我觉得第一点是我重新回来打币 然后见到很多很熟悉的面孔 就挺开心的 然后第二个应该是 我们从一开始打得很差的情况下 后面一步一步调整 我觉得我们团队已经收获了很多经验 然后我觉得我们的下子已经能做得更好 刚开始打的话 换了两个队友 就打得可能不是那么好 然后连后调整完之后 然后开始北伐 然后一直就是连胜的时候 这段经历对我们团队来说还是帮助比较大 这个赛季是我从RPL到RPL的第一个赛季 有很多不足 还要学习一些有经验的选手 RPL的话 就是整体实力也都比较强了嘛 就是上单也都特别厉害 然后自己的话也跟着变强了一点 这个赛季对我们来说成长了一些的 和队友对手都学到很多东西吧 然后也会想着怎么样去专注去做 怎么样去做得更好 这次刚来到丽宁嘛 然后因为跟新的队友一起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法和自己的风格嘛 然后跟他们一起磨合的过程中 可能会学到一些东西吧 这给大家的收获就是一起打比赛的这几个兄弟吧 我们一直坚持了这么久 就虽然没能坚持到最后 但我们觉得还是 就是还是比较努力的吧 我们几个 就感谢CC吧 我们刚开始就配合得很烂嘛 他也没怎么生气 然后就慢慢配合吧 就出现变好 这个赛季最感谢的可能是尖叫吧 我们几乎一整局的指挥都是辅助来做 然后我们如果输了比赛的话 他也能帮我们调整一下心态 有时候还会请我们喝咖啡 最感谢的是Light吧 我觉得Light今年真的是非常努力 让我也挺辛苦的 春季赛 呃 带我们四个人就蛮辛苦的 下一赛 我带你吧 哈哈 我自己的话就想要在下一赛 提升实力变得更强嘛 然后对于团队的话 我们的目标就进失业赛 就这次疫情的话 就很多粉丝关心我们嘛 然后我也是感觉比较感动的 恢复协下赛吧 然后想要有粉丝来观赛什么的 去年可能没进世界赛还是比较遗憾的 然后希望今天下一赛打好 然后进协下赛去打 就是谢谢粉丝们一直以来支持 然后也非常感谢对我们一直的陪伴 下一赛再见 呃想对阿一的粉丝说就是 其实我们的选手都很开的 年纪比较小嘛 平均20岁不到嘛 有可能我们也不太和粉丝说什么一些特别煽情的话吧 就谢谢一直陪伴我们阿一的粉丝吧 是谢谢大家一直的支持吧 虽然我们春季赛可能发挥不是特别好 但希望经过这两个月的调整吧 然后让大家再下集赛见到一个新的一地基 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能多保护自己吧 然后注意好个人防护 很久没有见到厂下的粉丝们应援了吧 然后也真的很希望疫情过去之后 能和大家早日相见 下集赛再见 下集赛 下集赛